對著少祖來講 在祖靈坐期間唱歌 有照管祖靈的意義 因此在祖靈房聽到後 就不可以再唱唱歌了 就連補賞也不用力 過去少祖人就能在祖靈坐期間 來聽得懂 現在雖然說可以透過六間 少祖的年輕人也能 出席幫來聽得懂 但也失去後大家 作為認笑和傳統的意義 在這間台下過少祖人是出過打拼 在市区更少有 祖祖靈跟還是祖靈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 也有少祖人是經過管樂 說這個傳統的意義 跟祖靈的一碗流失去 在祖靈出頭前 因此有少祖祖歌 因為祖靈在當中 最重要的精髓就是唱祖歌 這代表了邀請祖靈最會 回到過年的意義 他這部落記都說 這歌就是要越多人唱 越好聽 有人低音有人中音 有F調的有高音的 這樣合起來遠遠聽才好聽 所以這首歌應該是要 很多人唱才好聽 當然 這個歌要一定要唱得和諧 唱得整齊 然後要記住歌詞 這樣才對得起我們少祖的祖先 也堪稱自己稱為少祖人 沒有你何以稱為少祖人 這是人唱少祖這個歌 有一個經濟 就是這個黨籍過年 也就是祖靈的紀念 祖靈自打建了後 又拼圖在中間 每天晚上堅定議是中 才會等人唱 其他時間 就不能在人口中下 人唱的才是不送 讓每一年 過日八月少祖祖靈 進到新聞後 團成文化的重要思考 沒有Barega產生的時候 也就是相對的祖祭的產生的時候 你不要唱出來 因為沒有Larefi在祖靈藍 沒有搭這個韓南祖靈屋 我們的祖靈祭 這個時候能夠唱的歌 許多長老或者是長輩 也會教導這些年輕小孩這樣子 在前幾天這樣回來 跟我們一起唱 回來跟我們一起來學習 那因為看到這裡人越來越少了 文化越來越怕到哪時候 或是是我斷層的 我很怕說哪一天我的小孩問我說 爸爸我們是邵族 你會唱邵族的歌嗎 雖然現代可以透過錄音 錄音的方式 但協助少年的邵族人 這不是做人家的機関 透過耳機 用聽的方式來合適這個歌 但北京不能唱什麼 來合適的效果是差很多 因此邵族人也很無奈的表情 這實在是文化團成的 極大考驗 記者給我們收看 採訪報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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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